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叫做硝酸 HNO3 純硝酸應該沒有顏色 但它會自行分解出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紅棕色 二氧化氮紅棕色 這件事情在後來再講那個 可逆反應的平衡的時候有用到 所以你要把它記住 二氧化氮紅棕色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紅 所以看起來會黃黃的 所以拿到硝酸會偏黃 為什麼因為它有自行分解出 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它這個是照光就會有一點分解 所以我們要把它放到棕色瓶當中 不要讓它照光 你讓它分解 然後產生變質 所以這是顏色 所以在硝酸這裡是有很多的顏色要備 紅棕色二氧化氮儲存在棕色瓶中 因為還有二氧化氮 所以看起來黃黃的 然後呢 它就是一個銅加銀 銅跟銀加到濃硝酸 會有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銅跟銀跟西硝酸 會產生無色的一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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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濃酸跟西酸 濃硝酸跟西硝酸 然後呢 什麼東西什麼顏色記一下 基本上方程式是不用備的 方程式是不用備的 你只要記得產生什麼玩意 產生二氧化氮 記得要什麼顏色 紅棕色 產生什麼 產生一氧化氮 什麼顏色 五色 就可以了 那因為這個銅跟硝酸會作用 所以可以來洗電路板 不過你們現在應該沒有做了 古時候的學生有 做濃硝科技課的時候 有自己去洗電路板 就這樣做 洗電路板 然後去搭 然後去做一些電子元件 做一個封鳴器 什麼之類的 你們現在這樣都沒有了 所以就看到 把前面這個畫 記下來 背下來就可以了 記下來背下來就好 方程式不用備 只要記得產物跟它的顏色 跟誰作用 產生什麼東西 什麼顏色 OK 然後呢 就是濃硝酸 通到蛋白質 會產生黃色蛋白酸 黃色蛋白酸 紅色會偏黃 然後就顏色要背 顏色要背 再來就是一硝三眼 一硝三眼 網水 這個是在歷史過程中 人類在野精想要把金屬拿出來的時候 找到東西可以溶解銀 很好 找不到東西可以溶解黃金 不好 又拿不出黃金來 後來終於發現它可以溶解黃金 所以好厲害 所以稱之為 黃水 不代表它的酸性最強 不代表它的普適性最大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可以溶解黃金 所以把它稱之為 黃水 一硝三眼 一份硝酸加三份鹽酸 然後這裡面會形成東西 高中會教你 它會形成什麼玩意 神奇的事情 高中的事情 我都不用理它了 OK 然後硝酸 所以可以用來製造黃色炸藥 還有黑色 它現在好像是硝酸甲 鑽甲 鑽甲是最後這個 它很好用 鑽甲肥 鑽甲肥 鑽甲肥肥 鑽甲肥肥料 鑽甲可以當防腐劑 好 所以前面叫做可以種 後面叫做可以吃 然後它可以炸 可以色火藥 可以炸掉 可以用途 剛剛講 它是為國防工業之母 欣賞一下 剛才有一個化學工業之母叫做 硫酸 現在有一個國防工業之母叫做 硝酸 所以硝酸是管制藥 硝酸是管制藥 OK 下一個叫做鹽酸 綠化氫 綠化氫水溶液 學名叫做氫濾酸 俗稱叫做鹽酸 因為股瘦從鹽巴做出來 所以稱之為鹽酸 好 所以我叫它鹽酸 就一定是加了水之後的水溶液 加了水溶液 OK 學名叫氫濾酸 然後呢 它也應該是沒顏色 可是因為在製造過程中不太純 還有鐵離子 鐵離子是紅紅的 沒有那麼多看起來不紅 黃黃的 所以會淡黃色 所以剛才那個硝酸是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這看起來黃黃的 這是因為鐵離子也是紅色的 所以看起來黃黃的 黃黃的 OK 然後呢這個有自離性的味道 讓你避免接觸 避免接觸 然後呢 這是一個重點 它可以做噴泉實驗 用突變上這個實驗的裝置 就是管子插到水裡面 然後滴管裡面有我們的水 然後呢 那邊有氯化氫 然後急滴水下去 然後呢 氯化氫就融在水裡面 所以你的氣體就減少 壓力就變小 所以外面一壓 就把水壓上去 就噴泉 所以誰可以做噴泉實驗 極易溶於水的 有誰兩個 一個叫氯化氫 一個叫做氨 它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這兩個 這是一個過去很重要的反應 在國外也很重要 可是台灣現在不太交了 就是氯化氫跟氨 碰在一起可以產生白色氯化氫固體 以前啊 這個來做擴散的示範 一頭是鹽酸 一頭是氨 然後中間會有個白色的煙霧 白色的煙霧 它做那個擴散的示範 白色氯化氫固體 就是鹽酸的狀況 OK 然後呢 洗廁所 洗金屬表面 你們做實驗的時候 你們應該用過 把那個燃燒時 在裡面喇喇 你挑一挑 洗一洗 OK 清洗金屬表面 用途看一下 重點是 它可以做噴泉實驗 重點是 它是氯化氫水溶液 俗名叫做鹽酸 學名叫做氫氯酸 俗名叫氫氯酸 OK 再來這個叫醋酸 醋 學名叫乙酸 這是有機化物的時候交的 什麼甲酸 乙酸 乙酸 有機化物的時候交的 OK 然後 弱酸 我會叫弱酸 有一些味道 然後呢 冰素酸就是 純純的 素酸很容易就 凝固 看起來像物體 像物體 因為沒有溶於水 所以沒有解離 因為沒有解離 沒有氫離子 所以不具酸性 所以不具酸性 所以 冰素酸沒有酸性 冰素酸沒有酸性 沒有解離的都沒有酸性 等一下會提到氨 氨如果是液態氨 沒有解離 它也沒有減性 對 冰素酸沒有溶於水 所以沒有酸性 沒有酸性 OK 知道一下什麼叫冰素酸 那就是我們市的醋 有這麼多的醋酸 然後用發酵法 發酵法是在有機化物交的 你就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些 我們常見的酸 把就是掌握了 把該背的東西背起來 就OK了